哈喽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Hustler Casino Live的官方中文频道的解说员香蕉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汤姆德旺集锦的第二集 我们来看这手牌 汤姆德旺是在UTG拿到了AK草花铜色 加注到1200之后是55根柱 然后是装为Lucky的一个九沟杂色在这边做了一个3bat squeeze 不怎么常见 随后蝶兰的33在Stradle的位置是选择了一个冷康 行动再次回到了汤姆德旺这边 汤姆德旺这里AK铜色显然是不太适合 只是再去做一个跟注去游戏一个饭后的多人底池的 他这里面对底池当中已经有相当多的死钱的情况下 非常适合直接去做一个4bat去抢多底池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他这边4bat的尺度 23000 那23000这个价格呢 是足够赶走55和9沟了 可是到33这边迪兰还没有弃牌 迪兰这个33呢 其实也是面对了和他们的旺前面类似的情况 这个33在这里确实也不是特别适合去做做跟注 去游戏一个不立位置的那个翻后4bat的底池 我们来看一下叠岚这边会怎么选择好的 他是直接推出了一个 那么他们的左方这边显然意见是一个秒尽 一瞬间啊33和AK直接是打了一个232000的一个大底池 我们来看一下发牌 他们好像是只决定发一次 翻牌是188 转牌6 合牌10 这样子的话呢33是被那个双攻队给淹掉了 直接是面嗨 那么汤姆德旺的A嗨呢是可以直接独揽这个232000的大底池的 非常的残忍啊 这些高额玩家在即便是面对100多万人民币的情况下 也是就说跑一次就跑一次 这把牌是他们的王获胜 叠岚这名选手呢 好像就不是怎么喜欢秀牌 也不喜欢弃牌 嗯从他的之前的一些我看他直播的一些表现来看呢 他就是对特别是想对汤姆德旺啊 想对Garrett这种已经非常有名气的选手啊 充满了各种不服气 给人感觉就是来挑战挑战大神的 不过呢他这个人礼貌不太好啊 喜欢Slow Row这点呢大家也是不要学习 我来看一下这把这把是Mate Burkey在小忙位置 K8砸色嗯补齐straddle他们的王这边是在 他那个3B就是straddle位做了一个挤压到4000 硅士老板这里也是一个A圈是A圈不同色 那以硅士老板的牌封呢 这把牌这个A圈砸色呢是肯定不会弃的 那是选择了跟住 这边好像现场是有对这个位置产生了一点疑惑 好像是Mate Burkey对于是谁做double straddle搞错了 他意思就是如果是知道这个情况的话 他这个K8砸色是不会进的 但是不管怎样的面对这个他们的王的挤压呢 他还是选择了放弃 这把牌是他们的王和确士老板的一个单挑 翻牌是A圈五彩虹面 嗯两个人都记中了顶两队 不过呢他们的王的这个A圈呢 是有后门红桃的这么一个出路的 胜率上呢是要多一点 他们的王选择持续下注4000 确士老板在翻牌只是跟住 转牌一张方便器 这样的话呢 我们从上帝视角是可以知道 两个人会百分百的评分这个底值 这里他们的王在转牌并没有持续开枪 而是选择了一个过牌 他们的王转牌的这个过牌呢 我觉得他大概率是会想去做一个check race的 因为他的对手是确士老板 确士老板的排风呢 我在第一集当中也有提到 非常的让人捉摸不透 有时候呢甚至有点无厘头 总之呢就是特别有钱 这里果然啊确士老板动手了 那从他们的王的那个第一视角来说呢 他肯定是 不会去猜到说 确士老板也是跟他一样的牌的 他们的王的这个转牌的check race呢 就是要去寻求确士老板的价值最大化 这里他们当选择check race到39000 确士老板推药硬他们的王又是个秒call 那么这把牌转牌打光之后呢 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两个人百分百的一个评分 所以说现在他们的王也是很调皮啊 他是把自己的这张圈呢 去扔给了确士老板 然后把确士老板的那张A呢拿过来了 意思就是这把我是AA 你是圈圈 底吃是我的 但这当然只是现场的一个玩笑 我们来看一下这把牌会是怎样的一个行动 还没有轮到他们的王 这里是Doctor Eli的一个五七草花在小盲位置选择补齐 我们来看一下Dwan是什么牌 Dwan是自己做struggle的一个69杂色 那么是选择过牌看翻牌 翻牌是K78两个红桃 他们的王两头顺 五七一个抵队 朝天开了一枪一千 那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王这边是会做加注还是做跟注啊 是加注 加注到四个绿色啊 四千 那伊赖是选择先把这个四千尻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转牌 转牌是一张草花9 这样子的话呢是从排行上反超对手了 他们的王是一个刺顶队9 而伊赖呢还是一个抵队 这边他们的王继续打 七千 直接拒绝掉了对手的一个抵制权益 中安位 八九杂色 四百突抗 那就是single straddle open到一千二 魁士老板又是一个口袋队啊 选择平跟那么Lucky的一个13杂色也一起扣了进来 翻牌二六十彩虹面 他们的王是卡7 五五两个帽子 13倒是中了顶队 然后是一个非常 常见的一个老板打法啊 中了顶队就直接打 那么他们的王这把牌有位置 先选择call了下来 我们来一起来看转牌 这边Lucky老板是干了什么 好像意思就是认了几个绿色的意思 就是说转牌他忙打的意思 我记得当时我这场直播有看好像是这样 对了 他转牌忙打了四千 转牌是张红刀A 那他们的这个卡顺在转牌继续call 合牌是一张方片石 Lucky老板继续打 六千 打的都是挺小的 但是他们的王这里只有一个九嗨 这里他们的王面对Lucky老板 合牌的这个下注呢 还在犹豫啊 是在犹豫要加注吗 这边提一下Lucky老板也是一个蛮疯狂的玩家 颇有一种 来参加这个节目就是来送的感觉 他们的王这里不会是想要跟注吧 跟注能力什么呢 七八 还有就是下面的什么三四三五 这种我们来看一下 哦 真的格雷 这里背景结束也是没有看说没有看懂啊 说这里他们的王为什么会去用一个九嗨 跟注 我们也只能说我们不是那个水平的啊 对于他们的王合牌的这个 呃跟注注表示无法理解 非常的不可思议的一个跟注 不管怎么样我们来看一下这把牌他们的王加一位置的七七 OBEN2200 随后呢是Garrett的一个 口袋队二 在CO位置选择平扣 Lucky老板的七排欠呢 也一定是坏的 这里他是拿 九沟杂色 在小猫位置也一起扣了进来 电缆七排 三人底池 翻牌是92 两个方片 盖哥直接击中了一个底赛 他们的王盖了两个帽子 Lucky老板是一个中队后门顺 的王做了一个持续下注2400 盖哥在有力位置只是跟注 并没有做加注 这样子的话 Lucky老板也一起继续 继续三个人一起看转牌 转牌是一张方片K 基于转牌这第三张方片的出现呢 他们的王这边也应该是要过牌了 都过牌到盖哥这边 那从盖哥的视角来看呢 他肯定是不希望合牌变成单张成花 或者说单张成顺的 所以他这里一定会下注 我们从上帝视角可以看到 但凡是面对下注 Lucky老板的九沟和他们的七七 都是没有能力做跟注的 所以这里这把牌是盖哥在转牌的一枪下注 成功收持 OK大牌来了 他们的王这把是在CO位置的一个口袋队A 两张红色的A 这是要出事的节奏啊 可是这边我从字幕上看到 PhilAvi拿AK在转位指示做了一个平跟 刚刚真的是真的是害我白激动了一下 我原本以为 阔别已久的他们的王打Avi又要出现了 可是 PhilAvi的转位的这个平跟呢 是直接靠出了一个四人底池 并且翻牌是九勾圈 PhilAvi的那个AK是属于一个完全miss的 这么一个状态 并且在这样子的一个多人池 其实他是不会做过多的纠缠的 他们的王的手持的一个口袋队A呢 在这里做了一个常规的持续下注3300 只有 Lucky老板的那个中队九后门花跟注 在跟注之后 转牌是得到了那个后门黑桃增强的 Lucky老板继续过牌之后 他们的王继续打 他们的王在转牌的下注尺度是7000 Lucky老板选择跟注合牌一张K 单时沉顺 那他们的CO范围中 也是还是会存在一定的时差的 不过既然这里面对对手 合牌前卫过掉的情况下呢 AA在这个合牌也是非常乐意去过牌修档 最终他们的王这把牌在合牌啊 顺利通过修档的方式收下了这个底池 合牌这个AA确实已经也已经没有什么太明确的价值取向范围了 这毕竟是从一个四人底池剥离出来的范围 AA在合牌也只能做一个修档 章卫他们的王96杂色啊 既以他们的王的风格这把牌还是会玩 那么既然是我要玩那就加注进场1200 大忙位置葵石老板口袋对四是一定会跟住的 Lucky老板到这把没有跟翻牌A勾7 葵石老板的这把四四是盖了那个三顶帽子 并且这把牌跟第一级的那把牌不一样 这把牌葵石老板是防守者而不是激进者 转牌是一张草花疤 他们的王的96在翻牌过掉之后呢 转牌增强到了两头听顺 那他转牌是要打了做了一个延时的持续下注 持续下注的尺度是1800 哎呀葵石老板头是真的铁啊 跟一发我们来看合牌 合牌草花圈 他们的王的两头顺势破产了 不过后门铜花是来了 再加上他们的王手上面 强算是有一张草花6的阻挡 这里这个9还很显然是没有任何修当价值 他们的王要做炸虎了 合牌的炸虎价格是5000 这次总算是炸虎成功了 葵石老板这个合牌真的是 再怎么说人家后门花也有可能 总算是气掉了 他们的王再收一池 他们的王再收一池 Fill Ivy又弃牌了 盖哥Double Struggle的一个五钩杂色 没有选择抢死前 那么这样的话是一个三人的Limp 底持翻牌690 两个草花 他们的王顶对卡顺 Lucky老板中队圈的踢脚 一打一call 我们来看转牌 转牌是一张方面四 他们的王前卫继续过牌 在一般人可能也会选择随后过牌控制的 这么一个情况下 Lucky老板是选择继续下注 那么他们的王这里跟注就好 合牌草花二 前门花是到了 他们的王继续过牌寻求修到 那这里Lucky老板的这个中队九呢 也确实没有太多下注的理由了 也是选择随后过牌之后 再次送给他们的王一个9600的底持 只能感叹说Lucky老板真的很爱送啊 就我刚刚解说的这几手牌里面 他送了他们的王多少个底持了 盖哥这边的一个K勾杂色在CU位置是一定会游戏的 选择常规的open2500 那Lucky的七排键一定是坏的 这点已经不用多说了 小盲位置四六草花选择跟注 这手牌他们的王是一定会玩的 因为这边我们先做的就是一个 他们的王的手牌积极 之后啊包括盖哥啊包括像 这种明星牌手呢我们也是会做的 今天先做他们的王的翻牌四五二彩虹面 他们都是直接击中了23456的一个天顺 那盖哥是非常有经验的 在这个对他范围完全不利的情况下 他是不会去做持续下注的 而是选择了过牌转牌一张黑桃A 排面是形成了单三纯顺 但是他们的王是三六 他是会比一张三更加大的 于是他这里选择做了一个4600的价值下注之后 又是lucky老板选择跟注支付他们的王 合拍一张黑桃A 虽然说后门花是到了 但是他们的王这里应该还是会继续下注 一枪寻求价值的 我们来看一下他打多少 不管打多少 不管打多少好像是他们的王打了之后 该lucky老板就直接扔了 好的 又是一个28000的大底池 来看这把 90同色UTG 是limper 随后matt borkin呢是选择拿k6方片做挤压 这个时候他们的王在专位拿到了一对牛仔男孩 3bet到7000 呦呦呦呦这把是要送光的节奏 lucky老板stradle位置是一个口袋队圈 选择4bet到14000 是个mini4bet 他们的王3bet到7000 然后那个lucky老板4bet到14000 不过这里他们的王也仅仅只是跟注 我们来看一下 那现在底持是31000 翻牌6 勾3 两个方便 那lucky老板作为翻前的4bet激进者呢 在这里选择持续下注1万 尺度不是特别大 那他们的王这里继续跟注选择隐藏自己的牌力 转牌是一招红桃狗 这边从他们的王的视角呢 其实他也并不用太过于担心说 对手有勾差的范围 虽然说有些老板玩家会在翻前玩得很疯狂 但是他们并不太会用类拿一些勾差的范围去做冷4bet 因为这边这个底持是lucky老板的一个翻前冷4bet的底持 他们或许会拿一些10勾9勾去在翻前做3bet 但是不太会去做冷4bet 所以说他们的王这边转牌继续放心的跟注 就好我们来看盒牌 盒牌是一招红桃3 排面是形成的双攻队 那么85000的底持 lucky老板盒牌打2万 一般来说呢 就是说他们的王面对像lucky老板这样的玩家 如果说lucky老板盒牌打个什么五六万之类的呢 这个kk就跟注就可以了 但是这个时候面对lucky老板盒牌只打了2万呢 他们的王这里其实是可以考虑做一个加注的 事实上他也确实正在考虑 并且还用出了一张时间牌 我们来看一下这里他们的王最终是会选择跟注还是加注 气牌是肯定不可能的 这边他们的王似乎已经拿出了加注的筹码 好吧那还是跟吧 虽然拿出了加注的筹码 最终他们的王还是选择了只是跟注 他可能也确实觉得这边如果就算加注回去的话 也没有太好的加注取向 但是不管怎么样 lucky老板再次送给了他们的王一个126000的底持